声测骨骨头坏死及前列腺炎案例 没有在医院做处理就回家了 在家用艾灸刮沙调理了两个月 症状改善不大 经过朋友介绍 于10月18日来到原始点公益中心调理 刚来中心时 肩痛 胳膊痛 背痛 左手拿手机超过两分钟就会很酸 走路时腰痛 双胯骨痛 双腿痛 患有前列腺炎 尿等待 站着好长时间尿不出来 经常会胸闷 原始点调理两个月后 肩痛 胳膊痛 背痛 改善八成 腰痛 改善八成 双胯骨痛 改善八成 腿痛 改善八成 尿等待 改善八成 胸闷 完全改善 以前在生活中不懂寒凉饮食 冬天穿的衣服也比较少 通过学习知道了温热饮食及保暖的重要性 用原始点的方法来调理 信心很重要 同时恒心也很重要 没有见到效果的时候很努力 当见到效果的时候也不要松懈 不要掉以轻心 要一鼓作气把病调好 原始点调理细节分享 一 每天到中心按吞一次 二 内热源 用30克干姜片熬煮浓浆汤喝 三 外热源 白天用红豆袋暖宝宝温敷 晚上温敷床垫 一天温敷15个小时 四 饮食温热性速食 五 运动 每天运动三个小时 可以一步两节爬100层楼梯 深蹲 甩手 俯卧撑一个小时 六 睡眠 晚上九点多睡觉 早上五点多起床 中午午睡一小时深度睡眠 七 心态 生病后有些悲观 但是到了原始点中心后 看到了希望 又恢复到了从前的乐观豁达状态 感恩张医师 大慈大悲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全体志工老师 辛勤付出 感恩一切 谢谢